- 大家好久不見了 - 嗨 我好 應該有三週沒有讓你們看到了 - 今天是台灣資格賽倒數前兩週 - 然後在東京賽後我們大概躲了一段時間吧 - 大概沈澱了一下時間吧 - 然後今天我們打算就是遺地訓練帶大家來看一下 - 我們桃園新廣的環境變得如何 - 然後順便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們的新的場館 - 然後因為慶祝我們桃園搬新廣 - 我們現在有一個七日體驗的活動 - 待會就請我們桃園的櫃檯簡單為大家說明一下 - 哈囉大家好我是Joanne - 那只要是會員或是非會員 - 只要掃瞄QR Code下載我們的APP之後 - 只要點選七天體驗的項目 - 就可以直接開始體驗我們的場館囉 - 沒有錯 七天內是不限時段跟不限次數 - 都能自由的進出場館使用喔 - 那待會我們就簡單帶大家參觀一下 - 我們桃園的場館新的環境是如何 - GO - 下載好APP之後 - 當你選了七天體驗之後 - 我們現在桃園場館是用無人化 - 然後最主要是用雜機QR Code進館 - 所以你只要打開你的QR Code - 等一下喔 - 那你們一見來的時候呢 - 就會看到這個Everly的展示櫃 - 那如果你沒有在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 你就會發現 - 我們都是穿他們人家的服裝在做訓練的 - 那第一就是他們的材質真的很好 - 油汗不會臭 -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 因為我曾經試過一個禮拜沒有洗 - 然後真的是沒有味道 - 對 但是你們比較心裡嘗試 - 我只是為了做實驗的這樣子去做的 - 再來的話就是 - 像我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帽機 - 是他們今年冬天最新款的帽機 - 那有黑色跟白色 - 那之後還會有外號 - 有興趣的話可以多follow一下我們的IG - 或者是Everly的官方IG帳號 - 他們都會隨時有新的動態出來 - 好 那我們來看成款的部分吧 - 一進來之後會分成兩個區域 - 首先是右邊這一塊是我們的游泳運動的區域 - 那現在游泳的器材會比較少一些 - 因為我們還是著重在以訓練為主 - 那另外一邊我們就讓KD來介紹 - 那一進來左邊的部分來講話就是 - 我們的固定式插銷的器材 - 那它比較適合的話是 - 米森以及剛接觸運用的新手 - 因為它方便操作使用 - 那這邊來講的話 - 我們把這一個區域全部都是下半身的 - 那插銷式的腿推 - 掛鋼片的兩台腿推 - 所以基本上應該就不會碰到所謂的 - 想要腿推沒有器材的問題 - 對 - 再來的話 - 在過去一台的話就是大腿後側的 - 好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 另外一邊來講的話我們就是 - 黃色的 - 就是Live Phoenix系列的 - 然後在過去一點就是 - 銀色Side Face - 那主要就是在上半身肩膀跟胸 - 還有在背的部分的這個機器 - 那基本上這些器材都是我個人蠻喜歡去做 - 使用的一個機器 - 因為就是順手 - 然後不用動太多腦就好處理 - 就是跟國產的有一些差別啦 - 好 那我們再往前看一下多功能訓練區 - OK 那我們往前走到的就是 - 兩架Cable站的部分 - 那這台是舊場館沒有的 - 它是新的這個Cable - 算是多功能訓練站的部分 - 它一樣也是四站 - 然後那邊來講的話是 - 原本在桃園店就有的 - 然後再來的話 - 我們就看另外一邊深蹲架的部分 - 然後轉到另外一邊 - 我們這邊有八站多功能訓練架 - 所以你要做深蹲、握推、硬舉 - 基本上都可以 - 然後再來是那個地方有一個舉重站 - 旁邊還有一個獨立開的Rate - 那邊有一個史密斯 - 再來是這個區域左邊 - 我們左邊有一個可以做次數訓練的教室 - 然後這一站是我們桃園心管進的 - 它叫Belt Squat - 就是你可以把重量負荷在你的腰 - 然後把你的腰帶 -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做下肢訓練的時候 - 用這個器材可以降低非常多脊椎上的壓力 - 會比你在做槓鈴的蹲壓力來的小非常多 -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用的器材 - 現在來到這個區域是我們的自由重量訓練區 - 那左邊的部分是我們的啞鈴區 - 再來是右邊 - 這是我剛剛介紹的八站 - 然後包含一站第九站獨立開的Rate - 還有橘重台跟史密斯 - 再來往裡面走我們會看到一個綠色的草皮區 - 然後這個區域你可以做一些靜態伸展 - 或是做一些附中的訓練 -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邊有哪些特殊的器材 - 我們有滾木槓 - 然後去邊的六角槓 - 再來瑞士槓 - 我們架 - 然後還有兩個雪橇 - 旁邊有一些要求可以使用 - 再來是跳箱跟我們的戰神 - 那這些器材是你們來到我們場館都能自由去使用的 - 好 那我們介紹完場館之後 - 我們就要來開始訓練的 - 今天來講的話我們主要是肩膀的訓練 - 肩膀我們會分前術跟後術還有中術 - 那我們前術中術後術我們會各用三個動作去做 - 所以今天總共來講會有九個動作 - 然後再加上就是日本賽這一次我發現我的斜幫肌其實不夠大 - 所以會再加上聳肩的動作 - 所以今天一共是十個動作 - 那不會太複雜 - 但是我們今天的強度會休息時間稍微偏短一點 - 重量也會不會太輕啦 - 也是大約八到十下左右 - 但最主要還是看我當下身體的情況去做調整這樣子 -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就從機械的肩推開始 - 那第一個動作就好 - 我們就是用這個機器肩推來做第一個起始動作啦 -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會慢慢熱上去 - 熱到我的八下的重量 - 那我會做幾組 - 預計是三到四組 好不好 Go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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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噢 噢 噢 - 啊 噢 噢 - 啊 啊 啊 - 啊 啊 啊 - 啊 啊 - 第二個動作 - 啞鈴千兵俊 - 十到十二下 四組 - 四組 第三个动作我们会使用哑铃做坐姿的肩推 操作强度8到10下 主速4组 第四个动作我们会用机械式做水平滑船的动作 针对后三角去做训练 然后操作强度一样是8到10下区间 然后主速是4组 那等下第五个动作我们会用后三角飞尿做10到12下的这个次数 然后也是4组 那这差不多已经是训练的后半段 所以已经没什么力了 有力的时候也差不多已经在前面 肩推的时候用的差不多了 不到后面一定会比较虚一点 所以我们的重量就不会太重 好 来吧 好 等一下我们用这个绳索 我们来做那个FacePull 那我们大约也是8到10下 然后4组左右的吃塑胶 那因为快没地了 所以至于是3组还是4组 就看我等一下的训练状况 好吗 这就是ROOSE where I stand Oh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law Hope they won't shoot me down soon 会觉得项目比较多是 假设我们之前是训练胸大机好了 然后我们的目标机群是胸大机 通常可能安排4到5个动作 可是今天我们针对三脚肌肩关节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三脚肌是完整的 就会分成前肃中肃后肃分别开来做训练 所以针对前肃我们就安排3个动作 中肃有3个动作 后肃有3个动作 所以会感觉说好像做的项目比之前多很多 那再加上之前有些动作其实是用超级组的方式 可能前三脚会有同时2个动作 比如说肩推做完之后可能接前并锯 所以这样感觉会好像操作动作比较少 或是比较快一些 好那等一下我们差不多已经最后两个动作 那其实已经蛮没有力的了 等一下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雅琳的测评举 三到四组然后一组大约8到10下就好了 这个动作测评举的部分当然只做1到2个动作而已 跟一开始设定的三个动作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评估到目前的测评方法来讲的话其实蛮累的了 所以说就两个动作就好 因为等下就我们还有一个耸肩 鞋帮肌的部分 好那等一下我们直接跳过七七测评举 然后等下我们直接做我自己要加强的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耸肩的部分 那因为就是鞋帮其实比较弱 这次想说趁一点时间把它再加强一些些 次数来讲的话会是大约15到20下 大约4到5组的差不多了 好来吧 那你拿太轻了吧 我是找练血帮的 以上就是我们赛前到处2周 然后今天是练肩的内容 然后大概发现就是从我们备赛记录影片开始到现在 然后我们宣过程当中初期可能会有一些喊叫或是push对方动作 可到接近月尾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疲劳 然后或者是心里的压力其实更大一些的 所以整体的状态其实会没有像初期影片 你看到这么热血 可是大一样继续追踪我们 然后今年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会尽可能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那下周我们一样会拍摄训练影片 那KD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下周会练哪些东西吗 好下周应该是练凶吧对 早上是练凶 那详细料的话就下周影片再给你们介绍咯 好不好 因为真的有点累了 就是有点点 不用麻烦 对齁好那一样 最后如果一样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有任何想问的问题一样在底下留言 我们会花时间去回应大家 或是将来还有机会 就是Q&A回应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